想到一個故事 我以前在看這個雍正的故事 曾經有一個大臣 他問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正在禮佛 他看到前面有一尊佛 雍正皇帝就問這位大臣說 你有看到這尊佛嗎 他說有啊 我有看到 我看到佛就在我前面 結果雍正皇帝說 我怎麼就沒看到 啊 皇上 你沒看到嗎 是啊 佛在你的心中 不是你看到的這尊 他就把那個大臣抓過來打了一頓 表示這個大臣似乎沒有開悟 我看了的時候我心裡想 為什麼雍正皇帝要打他 是為他好還是看他不順眼 結果呢 來了 第五十四頁我練到大十四頁 被爸爸打兩次 剛剛那個是被皇上打兩次 是被爸爸打兩次 你寫到說 禪宗教學會用棒打來刺激行者 寫入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故事做影言 此外 我也在電視上 大臣我有看過 在市面上靜坐 然後那個真人在背後 拿那個戒指在那邊觀看 那事實就是個原因 第二個就是說 可是我很好奇 我每次在看電視中 真人拿這些戒指我就很擔心 第一個 他怎麼知道哪個人 應該要刺激他要打他 哪個人不用 然後第二個 那你打下去他就被刺激到 他刺激到到底成了沒 那我應該要打幾下 是要打兩下 打三下 還是一直 那到時候不小心 把他打死了 大師 這怎麼辦 這個在 現在的禪室裡面是有這樣子 是 他們那些弟子 每一個人都要上去祝禪 那個師父就拿著戒指 這個人他走過去一看 他已經這樣子 已經在打瞌睡 打瞌睡了 他就給他打一下 啪 打一下 醒過來 他就再繼續做這樣 這個人呢 這個身體搖擺啊 搖擺不停啊 這個在那邊嘴巴呢 這樣搖擺不停 他也給他打一下 根本沒有釘 就釘 釘都釘不下來 他也打他一下 所以這個打啊 本身來講 有這個喝止的作用 他 你腦筋裡面啊 我就寫 我是寫過一個歌詞 這個 這個 現在有人在唱歌 叫阿水 馬來西亞一個阿水的唱歌 一個歌星 他唱我寫的這個 寫的這些詞 這個 人生啊 就像一個 波浪 人生就像波浪 佛性呢 就像海 最終呢 我們在這中間 在這個波浪跟海的中間流浪 最後還是歸於這個海 還是歸於海 海水跟波浪 是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那麼有波浪 就是我們人本身的這個念頭 非常的多 我們的念頭非常的多 就像波浪一樣 不停的不停的 用戒詞打 就是叫你啪 一下子驚醒 所有的念頭都沒有 沒有 就是子 子啊 停止的子 赫止 赫止你的瞌睡 赫止你的妄念 赫止你所有一切的念頭 這有作用 因為你所有的念頭 一切都沒有的時候啊 已經接近佛性 就比較接近佛性 如果不用藉此這樣子打 一種警惕的作用 你的妄念還是不會停止的 所以密教有一句話 是這樣子講 有一個昼日 就是 當你念頭產生出來的時候 很多妄念在你腦海裡面 一直想著不停 一個配 就把它轉成空 把它轉成空 這個戒詞 跟這個配 跟紙 是相同的 是相同的 謝謝